我们稍微跟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Pipeline的这个部分 那Pipeline这边 当然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疏忽的可以增加 但是会让你的 但是因为你的资料处理的这个关系 它可能会有一些空转的这个状况 那这些空转的状况最主要 就会让你的这个硬体的使用率 其实就会变差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到的 最主要会有几种状况 一种是每一集的这个处理 资料的时间可能会不一样 那或者说你同一集它不同的资料 它花的时间会不一样 那或者各集算的时间也都会不一样 那这些都会造成拜拜 会有一些store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要怎么解决 那这个要怎么解决 那首先我们看到 上次有跟各位提到过 像这个 比如说你的这个 春风这边 它需要两个cycle 两个cycle的时间 然后另外这边需要四个cycle的时间 那这样子你的春风到下一个的时候 那它要等你这个clip做完 它才能有办法做 所以这边会有store的这个情况 所以最慢的那个就 这个就会变成你的这个bottleneck 的这个部分 那那要怎么解这个问题 解这个问题 那一个做法是说 你就把那个慢的部分把它变 变快一点 那怎么变快呢 那一个方式你就是平行化 平行化 那一套不够你就放个两套 那两套不够 你可以放个三套 放个四套 其实都 都可以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们就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那个速度 这边是2 这边是4 那这两边的比例是1比2 1比2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放大量 多 让它的硬体的数量 变成是1比2的这个数量的话 那这个super就可以赶得上 就可以赶得上 好 所以你就变成 clip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再多一套 好 那多一套的话 那你 你第一套的这个 这边的结果 他就可以走 走这边 那第二套 第二个下一个资料呢 他就可以走下面的这一个 部分 就 这两个硬体呢 他就可以交替着使用 交替着使用 所以 所以这种是你平行化做的话 他的执行方式就会变成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这个硬体就基本上就会有 嗯 idle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嗯 我们可以把那个比较慢的呢 把它切一下 切切pipeline 所以本来你这边 春放这边是 两个cycle 然后clip这边是四个cycle 那我们要让两边 比较平衡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把clip这边呢 用这个 嗯 同样的方式去 每个cycle 每个stage都是两个cycle 所以我们把它切成两个pipeline的stage 好 所以把clip 切成clip a和clip b 那这个 每一个也是花两个cycle 两个cycle的时间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 整个pipeline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 你这边做完之后 他先到clip a 然后到clip b 好 然后下一个 那进来呢 他就可以到clip a 然后到clip b 这样一路这个 呃 做下去 所以这个是呃 直接 把那个慢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切齁 再切 那如果说 你的这个trainform这边是2 那你后面这边假设是6的话 那你这边就可以切成 呃 三级的pipeline 切成三级的pipeline 就是你这个6处上2 你可以切成三级的pipeline 可以这样子来做 好 那所以呃 整个这种做法呢 你就会看到 因为我们事实上 就会有两种的做法 一个是 你切pipeline 切pipeline 那或者说平行化 平行化多套 平行化多套 那这两种做法做起来 它的那个support和latency 其实是一样 就是一样好 那 那你要选哪一个 选哪一个来做 那如果我们单纯从面积 面积来看 面积来看 那下面的这个你平行化的话 那你就会多多一套的这个 呃 面积出来 但是对这个而言 你就没有多一套出来 你顶多是多了中间的pipeline 的这个 呃 主要是多这个register 的这个部分 所以 所以呃 上面的这种做法 这个成本就会比较 比较低一点 所以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呃 选用这种做法的大概会比较 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那除非说你上面的这个 呃 这个已经是你的 能够跑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速度 你可能没办法在切πi的时候 那你可能才会用平行化的方式去 去处理 所以呃 这样来做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 呃 load balance 好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的这个 其实也蛮像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pipeline 这个pipeline 这边可以跑 A1可以跑1G A2可以跑1G 但是A3呢 只能跑250MHz 等于是subput subput 这边可以250 然后这边是1G 好 那你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 A3的这个呢 他事实上是最慢 他处理的速度是最慢 好 那你要让这个最慢的这个部分 你要让他变快 啊 变快 那变快 呃 照我们刚刚学到的 我们就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什么 就切 把那个慢的怎么样 把它切pipeline 切pipeline 那我们切pipeline 我们要怎么切 要切多少才过 那你这边是250 这边是1G 所以你的1G跟这个250 除起来 这边是差了4倍 差了4倍 所以 所以要让他的这个速度 跟这边是搭配起来 所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250呢 切4G的pipeline 那每一集这边都是 1G 这个都是1G的这个速度 切4G的pipeline 那这样子 呃 每一集pipeline的速度 就会都一样 他的loading 就会 就会balancing 都会balancing 好 那另外 呃如果你 呃不切 那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 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怎么样 平行化 那平行化 你要平行化几套呢 那因为这两边的速度 是差多少 就是 你的1G 除3.50 两边是差4倍 所以你叫平行化四套 这边要平行化四套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 呃 针对那个比较慢的这个分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来让他的这个 呃 pipeline可以比较 呃稳定的走下去 就不会有store的这个情况 好 有没有问题 pipeline其实 这边蛮简单的 好 我们这边讲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情况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呃 这一个呢 就稍微比较 麻烦一点 麻烦一点 那这个其实在 呃一般的设计里面 其实也蛮常会遇到 蛮常会遇到 比如说 你现在有两个stage 啊 有两个stage 那你第一个 呃stage这边呢 他花10个cycle 10个cycle 然后另外一个stage呢 他花 需要 他的时间呢 根据你的资料不一样 他可能 要5个cycle 或是比较长一点 他需要到15个cycle 那平均下来当然也是10个cycle 平均下来10个cycle 好 那这种 这种就真的很有点麻烦 好 真的有麻烦 因为这个呃 两边 两边的速度是 平均是ok 但是 你还是会有 比较快的 或是有比较慢 所以你的这个 呃 攀攀做起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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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你第一个这边 呃 10个cycle做完之后 这边需要15个cycle的时候 那你接下来 下一个这边做的时候 那 他就没有办法 直接再接下一个a 好 因为这里 你这里还没做完 所以他还有在等 他在等 那 那如果说 针对你这一个资料 这个只需要5个cycle 他早早做完 B这边早早就做完 那早早做完的时候 那你的A这边 他还是需要花10个cycle 那你变成你B这边需要等 就需要等 好 这情况 好 那这个其实在 呃 我们的实际的这个设计里面 事实上是会 蛮长遇到 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例子而言就是 你 我们在做那个GPU的那个 着色的时候 那你的那个 三角形不一样的时候 大小不一样的时候 小的 小的三角形 他可能需要的时间是比较短 大的三角形 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这样子你的这个整个 呃 两边的five by stage 他事实上 呃 就 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呃 搭配 哦 那就会造成有 要么就是A会要提下来 要么就是B会要提下来 哦 所以这个 就会有问题 就有问题 好 那像这种怎么办 啊 那这种的状况的话 这种状况的话 呃 你基本上不太 没有办法用我们前面的方法 来 来做 好 没有办法用我们前面的方法来做 所以 所以呃 这种 当两个 这种大的five by stage 呃 速度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 一个做法就是 在这两个中间呢 我们加上一个 八分啊 那这个八分基本上就是一个five by stage 好 是一个five by stage 在中间的一个部分加 这边加上一个five by stage 这个就是我们的five by stage 好 那或者是呃 呃 叫做当做八分也可以 叫做当八分可以 好 好 那为什么加了five by stage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好 那别说一样是我 好 我们刚刚的这种呃 工作的这个情况 好 那你 这边A做完的时候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 呃 第二个A 那第二个A这边 呃 他做完的时候 我要做第三个A的时候 好 那你B这边 他还没做完 好 B这边还没做完 但是我们可以把A做出来的结果呢 那不用马上就丢到B 好 不用马上就丢到B 好 所以A做出来的结果 他会先丢到 FIFO 去 好 然后B再从FIFO里面去抓这个资料 去抓这个资料 所以所以你这个FIFO就把这A B中间呢 我们A B中间如果你只是接那个 pipeline的话 你就是只有 呃 你可以说他就是只有 呃 最简单的 只有深度尾一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是FIFO的话 你事实上就可以放更多的 更多 放更多的这个 存更多的这个资料在 在这个里面 所以 所以你这边A算出来的结果呢 哎 你可以先存在这边 但是你B这边 他可以拿 呃后面的这个部分的资料去 去做这个计算 所以 呃 呃 那你新的A呢 他就可以继续的往下做 好 继续的往下做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呃 呃 刚两边的 处理的速度 好 处理速度是这种 呃 会变的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你中间可以加上这个FIFO 好 来处理呃 这个 会变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呃 资料的这个状况 好 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 这些状况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我直接加FIFO就可以了嘛 好 直接加FIFO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直接稍微想一下 呃 呃 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如果说 呃 下一个这边他是花五个CIFO 就做完了 下五个CIFO就做完了 那如果下一个这边呢 他也是花五个CIFO就做完了 他有可能很快就赶上你的那个FIFO的 存的这个资料 你FIFO的资料很快就被逼就消耗掉了 嗯 所以你的FIFO的这个长度到底要怎么决定 好 怎么决定 这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 Design上面的一个问题 Design上面一个问题 那 那这个 FIFO的长度的这个部分 啊 你要给他多少 取决于你的设计 你要能够容忍 多少的这个状况 好 可以让他 嗯 不会有Store 啊 当然你的FIFO越长的话 那你可以容忍的这个 呃 这两边的变异性就可以越大 就可以越大 这个 呃 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 可是你FIFO越长 当然你要付出的 灭积成本 就会比较大 就比较大 所以 呃 长度要多少 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 呃 设计者自己要去决定的一个问题 在 多少的状况底下 你觉得你这个处理起来 你是 可以安心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呃 去决定 比较 有系统的去决定你的FIFO的长度的话 好 一个做法是 你可以把 你要做的这个工作 你可以把丢到这个上面来做一个模拟 做一个模拟 然后可以不同的长度 去做模拟 然后看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他的Store的这个情况是 你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可以做一个这个模拟 这样子 你可以模拟这个长度为 2 长度为3 长度为4 不同的长度去 去实际套用你的这个 呃 输入的这个状况去 去做 好 所以呃 加上了这个 FIFO之后 加上FIFO之后 那 你就可以让两边 好 两边的这个 呃 Stage 基本上就DECAPO开来 就两边的这个速度 呃 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做 这样子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些 方法 好 比如说你切PiPi 或是PiPi 或是PiPi 或者是加上这个 FIFO 那基本上 我们都是希望说 哎 你的这个PiPi 它可以一直走下去 都不会有这个 Stage的这个情况 Stage 都不会有停的情况 但是 不管怎么做 那你可能还是 会有些状况 是你还是得要 把你的PiPi 要停下来的情况 这个还是会发生 还是会发生 好 那比如说像 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FIFO的那个 呃 强度如果 不够的话 不够的话 那 那可能这个B 如果把资料都耗掉 B都把资料耗掉的话 那 那B这一个 它就只好进入到Stage 的这个情况 那就再停下来 就再停下来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那PiPi的 你要把PiPi 停下来的时候 要怎么停 好 要怎么停 好 那有什么停的这个方法 好 要什么停的方法 好 那 基本上 好 基本上 我们的 呃 我们把这个稍微 简化一点 好 简化一点 等于这边就是一级 好 这边一级 这边一级 这样 一路传下去 一路传下去 好 那我们要 停的时候 好 我们事实上 呃 要停 你要考虑你的PiPiPi要停的时候 要不要把它Store的时候 那你可能要加上一些 这种Beli和Ready的控制讯号 就是不同集之间 需要加上这个控制讯号 来 来做 来做 那 正常状况 如果是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种 呃 正常的PiPi 基本上你是不需要Beli和Ready 因为你就让它直接一直下去就可以 你就不需要这种控制 你 唯一需要这种控制是 你需要Store的时候 你才需要有这种Beli和Ready的这个 呃 情况 来做 也就是 当你 当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这一集 它要停下来的时候 那我的这个Ready讯号 它可能就会变成是 是0 好 那是0的话 那它就会导致前面的这个部分 这边都是0 那你前面的这个部分 就会被停掉 被停掉 所以呃 停PiPi的时候 停PiPi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有 两种停法 一种比较简单 就是我就让 整个PiPi全部都停掉 整个PiPi全部都停掉 那或者是说 哎 我就只停 呃 这个PiPi Stage以上的 那下 往下游的这个部分呢 继续让它执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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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好 这个图 我们会有这个Ready讯号 那一旦你的Ready讯号为0的话 那就会导致这边 PiPiPi的Register PiPiPiRegister 那你这边是0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你的PiPiRegister 呃 这边的值就不会再接收 新的值就会停下来 停下来 所以它的运作 呃 基本上 呃就是这样 就这样 好 那这样在做的时候 那这样做的时候 那当然你的呃 传递的这个讯号 它本身就会 呃 因为是从这边这样一路传过去 所以 那当然这个PiPi就会拉的蛮长 好了 如果你的PiPi非常长的话 那这边就会变成 呃 Delay就会蛮大的一个 的部分 那 那我们的这一个部分 这边的 这边的 Delay Free Fire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PiPiPi停下来的时候 它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什么事情 什么叫做把PiPi停下来 你PiPi停下来的时候 它的整个运作 你放掉的时候 它还要能够正常运作 你不能说停下来 接下来它 就没办法恢复 好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 你 你 我们这一集 它算到的这个结果 算到结果 那 这边是你Combinational的这个输出 好 然后你PiPi的这个结果 我们要把它再存回来 再把它绕回来 等于就是 呃 旧的这个 新的这个部分 是你Combinational Logia的结果 然后你本来你的PiPi register的 Dififat存的值呢 我要让它保存下来 好 要保存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iPi Diagon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各位会更清楚 它的这个 是怎么做 看一下这个 这个 好 这个 正常 正常我们 呃 就是你A执行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 执行B 然后再执行C 好 再执行C 好 我的A 呃 呃 这边要Stove 好 它Radio为0 好 那我的A的值呢 它就会继续保持在这边 啊 继续保持在这个PiPi Stage 那我一停 啊 我是用我刚刚的这个做法 一停就是所有的这个PiPi Stage 全部都停 全部都停 好 所以这边的B C的这个值呢 它全部都还会保留在原来的PiPi Stage 里面 那就是用我们刚刚的这个 呃 呃 然后接下来你的Radio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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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停了 不停的话 那接下来A这边就可以走下来 好 然后B这边也可以走下来 好 C也可以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好 嗯 所以这个就是呃 呃 PiPi在停的时候 会 它的情况会是这样 情况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个呃 停 停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值 要把它留下来 好 这个Diffin bar的这个值要留下来 那留下来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 Multipacer这边 再把值再把它拉回来 这样子就可以 好 好 那你新算的这个值呢 新的这个值 就是这个 你的组合逻辑的这个部分 在这里 那 那因为它的前一集的这个 输入 你这边都是来自于 你前一集的输入的这个Diffin bar 那这边的值 基本上也停了 哈 所以它也不会动 所以 所以你这边组合逻辑的这个 输出的值 它就会一直保持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 吸尘石和旧的值 它其实都留着 都留在那里 就没有 没有在你懂 好 那这个是针对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都 停下来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 因为我一停的时候 我就事实上 所有的PiPi Stage都停下来 所以你这个Ready讯号 它就会 是一个Global的讯号 的Delay就会蛮长 也蛮长 好 那如果说我不希望这个Delay 那么长的话 那我可以 也可以把我的这一个 Store讯号呢 也可以跟着我的PiPi 我也可以让它切PiPi Stage 好 那让它切成PiPi Stage 就会变成下面的这个 这个Delay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Ready讯号 在这边 我们也让它切PiPi 我们有一个Delay把它挡下来 好 切PiPi 好 但是你如果把它 这样子挡下来的时候 挡下来的时候 那你就会遇到一个状况 遇到什么状况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你会发现你停的时候 停的时候 你这一集停下来的 但是你这一集还没停 因为你是PiPi这样 一路往回传 一路往回传 所以 所以对这一集来讲 你新的值要进来 然后你要让它停下来 所以你旧的值要留下来 要留下来 所以两个 呃 就会同时 都要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 呃 所以A到第二个Cycle之后 我们A要停下来 好 A停下来 好 所以A的值我们保留下来 但是B这边因为它还没停 好 因为我们的 呃 Store的讯号还没传到B 好 所以B它还的 还会照正常的PiPi呢 它就会传到 传到这一集 传到A这边来 好 所以A这边呢 你同时会有你本来的这个值 还有你新传过来的这个值 好 那这两个值 我们都要把它保留下来 都把它保留下来 好 所以这边就会同时会有两个Cycle 那如果我们再看下一个Cycle之后 我的Store 传到C这边来 传到C这边来 好 所以C这里停下来 好 C这里停下来 好 但是D这边 还不知道它要怎么 所以D会继续往下传 所以在这边呢 同时会有C和D在这里 好 同时有C和D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个相对于前面的来讲 你就会发现说 你要保留的值 呃 就不只是原来 你自己这个PiPiStage 还有 呃 你前一集 要传过来的值 也要保留下来 所以它变成要存两个值 这两个值都要存下来 这个会有一个 呃差异性 那你要把两个值都要留下来的时候 那你的电路要怎么做呢 电路要怎么做呢 那电路的做法就会是这样 嗯 那这一个部分 这一部分 如果你只看 这一边的话 只看这边的话 这一部分就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是一样 跟前一页的那个是一样 那这个就是保留 你原来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值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还要再多一个 可以保留 呃 新的这个 从前一集传过来 所以我们这边一样 会多一块这个部分 在这里 那这两块的电路 基本上长得是一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MultiPlacer 加上一个 Register 把它保留下来 那主要是这边的这个控制呢 就是这个Ready信号这里会多一个PiPiStage 在这里 在控制这个MultiPlacer 只要再多这个部分 嗯 嗯 好 所以 所以就 呃 前面的这个是来存 旧的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后面那个是存新的这个 部分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情况会是变成这样 所以 这个就稍微比较 翻一点 翻一点的这个部分 那 那这种电路 当然 呃 可以有另外一个 呃 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 呃 这个部分是你原来的PiPiRegister 好 那我们可以 呃 让你这边新进来的值呢 呃 不管3G的事情 我都是先把它给存起来 啊 先用一个Register先把它存起来 然后 那我会不会用到这个呢 我就透过这个MultiPlacer来做控制 好 那我发现我要Store的时候 我要Store到的时候呢 哎 我就会选择 呃 这边来的这个 这个 那如果没有Store的话 它就走这边 呃 直接进来就可以 所以这个 呃 呃 是另外一种设计的这个方法 所以呃 这个是它做出来的这个 呃 嗯 部分 那它这种放掉的时候 它也会是慢慢放掉 慢慢放掉 这样子 一个一个慢慢放掉 这样 好 我想这个不用特别解释 各位看这个 Piplight教育鬼 应该就可以看得懂 好 有没有问题 那那个部分就稍微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 好 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呃 牵扯到 Piplight要停的时候 啊 这边的控制 呃 就 有 会需要有比较多的这个 控制在这个地方 好 好 所以比较简单 当然就是呃 要停就把整个停下来 是最简单 啊 这是最简单的做 但是如果要做的比较 细腻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 这停一部分 好 好 那另外一个状况 Piplight会提呢 就是呃 它可能都要请同一个呃 呃 那这种状况 最常会发生就是 比如说你这边有ABCD 哈 那你的第一集和最后一集哈 它的资料都可能要从外面的这个Dram来 要去外面抓Dram 那那因为你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呃 Dram的这个界面就只有一套 就只有一套 那你给A用的话 那D就没有得用 就没有用 那你给D用A就没有得用 所以 所以呃 当你都要抢这个资源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造成这两个Piplight Stage 其中有一个要停 好 其中要停 好 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你应该要停哪一边啊 你要停那个比较 上游的 还是要停比较下面的啊 好 你的Piplight 啊 这个Memory的这个Piplight 哪一个要优先圈比较高 要给A还是要给D啊 哪一个要比较高 好 会让你的这个拍拍摊机的时候 啊 影响会比较小啊 比较小啊 那基本上呃 呃 优先给下面下游的这个部分 啊 优先给下游的这个部分 好 那 为 因为你resource给它的话 那这个下游的部分 它就可以继续往下做 然后可以把上游的部分把它给停掉 把它给停掉 但是如果 你给这边的话 你给这边的话 那你D这边下游的部分 它没有资料算 没有资料算的时候 那它自己就会进入到stow 那这边造成stow的话 它就会造成它上游的部分 也跟着stow 会有连带影响啊 那就会造成你整个 呃 整个就停掉啊 然后 那 那它这个 这个stow要解除的话 它会等这边的资源 但是资源已经跑到A 那整个就会形成一个daylight的情况 那整个daylight就卡在那边 就动态不得了 动态不得了 好 所以 所以呃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是优先给下游的这个部分 那不要给上游的这个 stage的这个部分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然后后面这边我想是一些 呃 我们前面的总结的 这个 呃 部分啊 铺垫部分 那 一般最常遇到的状况 就是你的loading是比较balance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啦 或者是 复制几份啊 那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需要stow 那那stow的情况的话 呃 你一次要停非常非常多集的话 这个有时候比较麻烦 哈 不过如果你的daylight不是很大的时候 呃 比如说你可能只有不到十集哈 那一次停十集可能就还可以接受啊 那如果你要一次停很多集的话 那你可能呃 就要用我们刚刚讲的这种 呃 pipi的stow的这个方式来做 好 这样 好 好 那pipi的做法 呃 他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可以用在 呃 让你的design可以比较 省电 你再给比较省电 因为 你切了pipi之后 通常你的cloud rate就可以跑 比较高 比较高 好 那你有比较高的这个速度 那 你可以再把你的这个 呃supply的电压把它降下 就可以导致呃 它在满足相同的速度底下 速度底下 它的呃 功耗就可以比较低 那这个部分在 VSI或者是后面的数位IC 会再讲到这个部分 那这边我们就 呃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细讲这个部分 那另外呃 各位在呃 呃 如果这大二的同学可能还没有修过 计算机组织 那大三的同学 如果有修过计算机组织的话 在计算机组地里面 他会再讲到这些 pipi的hazard的这个 呃 呃 部分 就是资料会有一些data的dependency 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会是 呃 这种特别的一些状况 会 那这个呃 也不在我们 课程要讲的范围 所以我们就skip掉 就讲这个读程 好 所有 之后可以学